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來幫大家開箱的一間呢 是在這個新莊師園路上 叫做新莊師園夜市 這間夜市呢是6月底才開的 剛到什麼程度呢 這裡好像還有這個衛生局的 跑來這邊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也有可能我們這部影片上的時候呢 這裡已經被取締了 我們就來幫大家開箱一下 小小的夜市裡面有什麼 因為它這個空間其實蠻大 都是停車場 有可能未來這個夜市有可能有機會可以擴大 然後呢這個夜市的好處呢 是除了四圓路很大條 然後這附近很好停車以外呢 旁邊還有這個非常大的一站 叫做新北產業園區 它是環狀線跟基杰的這個交會點 交通上來說應該還算蠻方便的 那我們就先幫大家開箱一下 現在這裡面到底有哪一些店家 好 我們就出發吧 好 我們現在呢 給大家開箱的是這個 綠天下白甘蔗汁 然後這一杯60塊 然後呢 這個是 玉扇黃油飯 然後這兩個都100嘛 這是小份的 然後一個是 鴨肉 一個是櫻花蝦 那我們先來吃吃看 我的這個油飯的年質也是很高的 然後我們今天找的都是網路上 文章大家有稍微提到了 不一定是推薦的 不一定是推薦的 哇 你的觀察很敏銳 都拍那麼多次這種開箱了對不對 推薦跟提到這兩個字 很明顯是不一樣的 哎呦 它油飯滿好吃的 這櫻花蝦油飯裡面 還有魷魚跟香菇 但我覺得 它的櫻花蝦不是很搭 它櫻花蝦的蝦味太重了 就是會讓油飯有一種蝦的腥味 它會有點蓋掉那個味道 單油飯我覺得蠻好吃的 這個鴨肉的我就覺得還不錯 就它的鴨肉有一種鴨肉味 可是它不會把油飯的味道蓋掉 吃著油飯的香味的時候 還可以有一點點那種肉油香 蠻好吃的 那100塊來講小份100塊 其實老實說我覺得它的味道算不錯 但是這個100塊 我覺得是我的話 我會考慮一下 完全不用思考 就來二刷三刷 價格大概在70到80中間 但100的話我就會稍微考慮一下 它的油飯大概就是 一般那種古早味油飯大份的 差不多或再多一點點 然後一般的那種古早油飯大份 大概會落在60到70 外送價 那因為它就是內用嘛 70到80中間的話會 我覺得還不錯 那量其實也蠻多的 CP值沒有那麼高 可是我覺得尚可節奏 畢竟它還是好吃的 就是你不會說 花100塊吃到不好吃的東西 其實會很火 那這個甘蔗汁 甘蔗味還蠻重的 應該兌水兌的量不多 因為它還是有點甜 然後有點那個 蠻濃的那個甘蔗味道 這杯60 這杯60 還行耶 這個夜市感覺很特別 這邊賣甘蔗汁的好像有兩三家 我記得我去外面逛夜市 甘蔗汁感覺很少的 對啊 我看外面夜市比較多的都是那種什麼 荊棘檸檬 這地方反而很多甘蔗汁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五谷有甘蔗產地 這產地直送會比較便宜是不是 是我說如果是我 我不會買這一杯 因為這一杯偏甜 就是你喝了甘蔗汁 你會很想喝水你知道 它可以解你夜市的油膩 可是它沒有辦法解渴 你喝下去因為它有點甜 它會讓你更想喝水 但味道是好 味道是好 好啦好吃 可以給過 這兩碗的話我會比較推鴨肉 我覺得鴨肉比較大眾化口味 櫻花蝦就是可能要看個人 喜不喜歡那個蝦味 那我們就把這個吃完 然後再前進下一家 Let's go 繼續逛活動 他們要往哪一逛 我們就隨便繞 我們隨便繞 這兩家會不會都用一樣的油膩 一家烤的一家炸的 我們先買這個好了 你用什麼口味 海苔 科學家難道是科 小草的idea 科學家應該是王世堅的idea吧 這個你看它連招牌都是白的 一定是白的 它如果是要湊柯文哲的話 它應該下面還有一個 康棒粉墊不加蔥 然後那個蔥還要是白色的蔥 那你知道你剛剛點的就是這種嗎 是什麼 可是有點像是章魚燒的蚵仔 你有看到什麼店嗎 有什麼有興趣的店 我有知道八兩種雞排 沒有它排到後面 它中間是留給人走 感覺來是得吃一下耶 這個八兩種雞排 我們已經買完那個這個了 科學家 科學家 科蛋燒 你要配臭豆腐嗎 炸的有這種 炸的有這種 那就這個啊 那我們現在要來吃這一家 蠻多人在討論的 因為水上蠻有特色的一家 這個煙烤魚 我們就點一份來吃吃看吧 好 我們現在在等魚的同時呢 先來吃一下 剛剛買的兩家 這個小草的最愛科學家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 炭烤臭豆腐 我們先來吃一下科學家 小草的最愛 這基本上就是 那個蚵仔煎 然後沒有加那個 底的那個 糊的那個感覺 可是我覺得這海苔的調味 我可以說幾乎是民主 因為它有柴魚片 你知道嗎 加海苔有點像那種 日式烏龍麵的那種口感 那它的概念就是章魚燒嗎 我覺得不太像 它比較像健康章魚燒 它的口感就是缺了那個 章魚燒的那個外皮 它只有蛋跟蚵仔 就是軟軟的 很神奇 但是蠻特別的口感 但感覺是還算好吃 就是反正蚵仔是新鮮的 然後蛋的香味有帶出來 我覺得味道上有點偏家常 不像夜市就是會 可能會比較有點鹹 重鹹口味 好那我們再來吃一下這個 生坑臭豆腐 是不是就是剛剛環保局來取締的 因為它的臭豆腐不錯 還可以 吃進去的時候比較 比較有點臭味 唯一有點小問題 就是它好像已經起鍋很久了 它裡面的豆腐已經有點涼涼的 但味道上還可以 它對面有一家那個 就是傳統的一口一口的那種 感覺我會買傳統的 就是它吃起來比較方便 而且它這個說真的 我以前吃過生坑臭豆腐 好像不是這一味 它已經有點像是 一般的炸臭豆腐 我覺得這個還算有特色 至少它吃得出它的那顆味 跟它的那個蛋味還行 欸 這裡的蒼蠅已經快要激怒了 明明就有垃圾桶 就去垃圾桶裡面吃就好了 硬要飛在人家的食物上面 那這兩家差不多就是這樣 但我老實說我覺得 目前吃下來 感覺夜市的東西 跟我以前認知的夜市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現在感覺是有點 打著有特色創意美食的名號 都很貴啊 就是以前夜市 雖然沒什麼名頭嘛 比如說什麼 烤鰍醇蛋 對不對 烤什麼香腸 然後什麼之類的 就是也沒什麼特色 可是夜市 以前的特色就是便宜 可是現在就是有點 講得好像自己的東西有特色 然後就會變得比較貴 現在夜市感覺 跟外面吃起來差不多 烤魚已經上來了 那這裡除了烤魚外呢 還有這個白飯 無限吃 應該不會有白飯之亂的問題 很粗薄的一個這個組合 那我來吃吃看它的烤魚 先吃一下原味的看看 很正統的台灣雕 會唱一首 對啊 它就跑到那邊去啊 它這個椒鹽很夠味很下飯 就基本上就是點一隻魚 然後沾這個椒鹽配白飯 就可以簡簡單單又是一餐了 這一條350 那聽起來不是很簡單 但是其實蠻多人來這邊吃這個 吃那已經全買了 可是老實說這家想不買也很難 因為畢竟它這個有位置可以坐 好的 點一隻魚然後坐下來 把買的東西都吃一吃 好說海亭 魚應該至少算新鮮 沒有什麼怪怪的臭味 欸 生氣了 奇怪 就這樣去旁邊垃圾桶 慢慢吃垃圾桶buffet 一定要來亂 聽某個話是什麼 老實說我覺得它比較不是夜市香 夜市就是要量少 量多 基本上這個配白飯吃一吃 就可以散了 比較適合三四個人吧 三四個人分這一條 應該還行 那我們就把這條魚吃完 再去前進下一家 要長鮮應該是可以啦 因為老實說沒什麼雷點 那至於會不會再二房三房 那就是看你自己 嘖 打批 Ä 他不把你胸口的字放在眼裡耶 等下就讓他吃到 What a garnish Coomache 好那我們現在呢 幫大家開箱的是 排的最多人的一家店 叫做八兩種雞排 我不確認一下雞排有沒有八兩種 但是看起來蠻多的 那一份九»,然後我們點了兩個口味 一個是香蒜 一個是墨西哥辣醬 我手上這個應該是墨西哥辣醬 我幫大家試吃看看 辣醬 甜甜辣辣的 很像那個美式餐廳會用的辣醬 吃吃看有沒有原味的好了 老實說他這個辣醬味道蠻重的 吃不出來原本雞排是什麼 老實說他的雞排算蠻好吃的 微微的柴可是應該是 正常炸雞排會有的柴度 皮也不算太厚 就是吃起來蠻清爽 也蠻香的 而且他還會加一些這種蔥什麼的 整個雞排的香味有帶出來 這個我會覺得有點可惜 可是他沾了這個墨西哥醬之後 就味道有點太重了 他這個墨西哥醬有點太甜辣了 所以你如果沾了醬吃下去 就是整口都是那個醬 你對於這個交通有什麼想法 夜市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台灣最美麗的風景 聽不懂人話的行人 因為在他旁邊喊說 靠邊不要動 然後他還繼續在那邊走 我覺得這個有點可惜 他那個辣醬味道太重了 就是會把那個雞排的雞香味 有點蓋太多掉了 接下來來幫大家試吃的是這個 香蒜醬 這個就很好吃 這個醬就是有帶出不一樣的味道 但他不會把雞排本身的味道蓋掉 但加上他比較特別 因為一般的雞排他可能是加胡椒粉 但他是加這個蔥跟蒜醬 感覺蠻香的 他那個蔥跟蒜的味道 蒜醬的味道都有出來 然後雞排吃起來也是口感蠻不錯的 然後味道也蠻香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比較推這個 這個比較有特色的幾間 也開箱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帶大家繼續逛一下 哇靠這個印度甩餅 而且好像那個人長得蠻硬的 而且他打香腸 我現在打了我也吃不下 哈哈哈哈 他要給公司那個吃 然後這邊還有那個 每個夜市必備的麻將 欸你有玩過這個遊戲嗎 其實我完全不會玩 我大概那個看位置去看嗎 你去看嗎 哈哈哈哈 外面夜市都是請那種 就是那種漏腰 喔 還是我去套圈圈 啊套圈圈 看套圈圈有飲料 要不少套圈還可以 我想過一個問題 會不會有瘋子 就射到一半 然後突然拿槍射別人 那很準 我每次都尖閣這種時候 我都會很害怕 會有瘋子 你要玩這個嗎 我先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我想到的影片 趁著愛騙的時候 我真的先特別選 對 好像沒有玩 對阿 而且你玩那個 你玩槍的啦 我沒看過你玩槍的 因為現在提到的是 我懶得把槍射到 我幫你拿 神射手 國長來了啦 我現在右手提著拿槍 可能還會顯示 又要五十斤了 很快啦 你都來挑戰一下 要多少才有娃娃 全撞滿把的娃娃 你先跟你講拿哪一個 最右邊那一排阿 阿怎麼了 不是我手會抖阿 槍很重 神射哥 東西要放在上面 兩隻手比較穩 哈哈 兩隻手 兩隻手 來了兩隻手 欸還是會抖 是我自己的問題 欸都差一點 你要怕有準心可以瞄阿 喔有了 喔有了 應該是沒了 他那個彈 你先刷 你先刷 還是換你射 你當過兵阿 我是沒當過兵的 VS當過兵的 來來來來 國軍弟兄 VS免疫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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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贏了 這什麼後背軍的 該叫招了吧 他打那個樣子 我們的國軍是沒有戰力的 好那今天这个新庄师园夜市 开箱到这边差不多到一段落了 那其实这个夜市因为是六月底开的 摊贩没有到很多 可是这个同时感觉也是它的一个优点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挤 不然就是我们现在的时段可能还没到那么挤的时间 我觉得逛起还蛮舒服的 虽然现在天气可能有点热 可是就不会到那么闷 还有点那种风的感觉 摊位少 吃的东西少 可是要找到能吃的东西 应该还是OK 要熟食有熟食 要甜点有甜点 要饮料也有蛮多汤饮料汤 然后就是我觉得 就是有一种那种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 就是该游的东西都有 所以我觉得 大家如果想来这边逛逛的话 也可以停车 目前也算方便 因为目前人也没那么多 然后摩托车就可以骑进来这边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空间随意停 可是如果人再多一点我就不知道 但目前来说 这个不管是吃的方面 交通方面 我觉得都还OK 算是一个可以来尝鲜的地方 这个新庄四元夜市 只有五六日才有 然后营业时间是四点到一点 但是 通常四点是摊饭刚开始准备 所以如果要有东西 大概要到五点以后 才会比较有东西可以逛 好那最后 我对这个夜市最有印象的 就是这里 有非常丰富的印度特色 因为我刚逛的时候 有印度甩饼 然后也有一家是卖印度拉茶 印度风 蛮浓厚的 好那这边除了吃的话呢 也有蛮多游戏的 有个这个设气球 然后呢有套圈圈 然后还有捞鱼 所以游戏的也蛮多的 那今天吃下来 推荐大家 日月台红茶的 虽然我们没有开箱那一家 但那一家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在一夜市来说饮料算 价钱还可以 因为它红茶好像只要 35块吧 就是价格勉强可以接受 然后呢 听说老板娘很正 但因为他今天戴了口罩 我也看不出来 所以可以推荐给大家 如果要买粮的话呢 可以找那一家 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啦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这是你外带的吗 国董 就是要带回家给老婆吃 你老婆会吃那个吗 臭油饼吗 不啊 他吃臭油饼 他喜欢吃那种 脆脆硬硬的东西 哦 所以看我买的是 三星臭油饼跟炸弹臭的 怕我买那么多 啊你以为我刚刚吃完 我回家罢了食物 你不是说买那个郭家那个 那个肉脚模吗 算了 我后来感觉肉脚模 我里面的肉他有酱 他也不想吃酱